这一消息 立法院临时会经过了两天的朝野协商 今天临时会处理农田水利会草案 水利法草案也在傍晚的时候三读闯关通过 其中农田水利法草案争议 包括了水利会改制成官派之后 资产跟负债都是由国家盖夸承受 这也让部分的农民质疑 政府的目的是不是要将水利会的土地收归国有呢 因此反消灭水利会自救会 在今天一大早就来到了立法院外 直接抗议 水利法自定通过 立院临时会通过农田水利法草案 尽管国民党主席亲自坐证异常 烂尾甲级动员不论是坐人椅的 还是跟开完刀的都全员出动 但举手表决还是居不赢人家 这个法案可以强硬抗争吗 我相信也不应该吧 那他要除了反对我们也尊重 日本可以说是你民进党的爸爸 他就有这样的眼光 你们现在当家作主竟然把他收回来 莱茵寄出文公逐条重复表决 一场盛眼标决大战 法案三读传官之后 国民党团也打算协助联署 发动视线拉长战线 场内冗长工房站场外也闹哄哄 农民聚集不满政府要将农田水利会改制成公务机关 不只农民急跳脚前台南县长苏汉志也震出来 认为改制明显危险 连自己人也有不同意见 他这个法案本身还很粗糙 本身已经很清楚 我不支持这一次这个法案 在目前这个阶段来做三读 果然黄世杰出席但没投票 只是水利会改成官派之后 影响有多大呢 以后资产和负债全都由国家概括承受 等同将财产收归国有 纳入农铁水利作业基金 收入免征营业税 而在农业用水运作制度和资源分配上 恐怕都有很大变数 记者纵不懂